做完之後當然第一個你要去思考說 這一題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我希望參賽人員的資料 如果裡面有刮鬍的部分 我希望把刮鬍的部分幫我提取出來 如果沒有刮鬍那就一樣是空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要把A裡面的刮鬍 是要拿過來的話 那當然以前你假設 你假設不會用對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點兩下Ctrl C 然後把刮鬍裡面的東西貼過來 貼一個嘛這邊還有點兩下 把刮鬍的東西複製貼過來 複製貼 目前看到這邊只有九筆資料 可是這邊如果九十、九百、九千 甚至是九百萬的話 那你應該資料假設超過百筆以上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突發煉鋼的方法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可以取得我要的資料的範圍 那它有沒有一些特徵呢 所以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你必須要學會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叫做Find Find就是尋找 尋找什麼呢 不過不一定是只有Find 你們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其他的 那目前想到的應該是Find函數 那Find函數的話基本上就是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前刮鬍的位置 那如果我知道前刮鬍的位置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再配合一個函數叫me的函數 me的就切割函數 切中間資料的函數 比如說我尋找它應該第幾 這個刮鬍第三個字 那我只要加一就第四個字 從第四個字開始 那取幾個字 取五個字 五個字是因為你看得到 但如果你假設 如果說我想知道到底有幾個字的話 當然它有五個字的有四有三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剛好取得五個字 這時候呢還有第二個特徵 後刮鬍 所以你可以把後刮鬍的位置 再去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這應該是第三吧 然後這應該多少 三四五六七八 這應該第九 有沒有 那就是把第三 它尾巴的位置 剪掉前面的位置 還少剪一個 為什麼 因為剪理論應該是剪這個字的位置 可是我們卻剪的前刮 那所以少了少剪一 所以在九剪三 再剪一 那就是剛好它的字數位置 可是呢 要怎麼做 首先當然這地方 會需要用到一個fine函數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插入函數有沒有 直接用文字類裡面函數 有一個叫fine 這個尋找函數 那這個尋找函數 它主要的用途很簡單 顧名思義就是說 如果你先要告訴他 按確定 你需要告訴他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瓜阿虎 所以你打個錢瓜阿虎 前後雙引號不加沒關係 他會自己幫你加 去哪邊找 去A3裡面找 那你會發現 它回答跟你講說第三個字 我在第三個字找到錢瓜阿虎 OK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訊息再加到md裡面 然後再去算它裡面有幾個字 那就可以得到最後的解 我大概做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OK 你說這個star number 什麼意思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找 他說如果省略的話 那表示從頭找 所以這個我就把它省略了 那大概有第一個 第一步的話 我就已經先找到第三個字 然後再把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放在哪裡呢 放在md裡面 因為我要切割了 所以md mrd 然後我要切割的字在這裡 然後第幾個字呢 就是從錢瓜阿虎第三個字 再加1的下一個字 那要幾個字呢 那一樣再貼一次 因為貼上之後 他雖然是找錢瓜阿虎 可是我可以把它改成後瓜阿虎 有沒有 第九個字嘛 然後再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錢瓜阿虎的位置 你會發現少減了一個 所以最後再減1 好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就找到第三屆冠軍這幾個字 按確定 就找到了 但是問題來了 還有一個地方 如果你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如果向下或向上填滿 向上也可以填滿 它會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就是呢 如果它裡面沒有錢瓜阿虎 也沒後瓜阿虎 它會出現一個景Value的錯誤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把這個景Value錯誤拿掉的話 最後呢 還需要動用最後一個函數 叫做IfAir 這個景開頭的都是錯誤訊息 所以你最後可以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OK 然後呢 再插入一個過濾掉 這個錯誤訊息的那個函數 叫做邏輯裡面的IfAir OK 這個喔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按確定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裡面 那 這個就是 判斷說 這個裡面有沒有錯誤 如果ValueIfAir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處置 對 它錯誤耶 如果是錯誤的話呢 那請你幫我改成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就是兩個雙以後 OK 好 那現在按確定 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OK 所以喔 這一題其實 也有點難度喔 主要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用Find 第二個用Mid 第三個用IfAir OK 那請各位先試做看看 那因為理論上我是希望 你們後面是一樣的道理啦 就是 把這個東西最後做成聚期 有沒有 把它錄下來 現在上禮拜一樣 然後另外的話 練習這個禮拜的VBA 有沒有VBA是輸出公式 這邊是公式嘛 然後輸出結果 輸出結果 你會發現 這裡面空的耶 有沒有 他沒有輸出公式耶 而是只是輸出結果啦 但這個我也想今天時間不太夠 所以呢 請各位喔 試著做做看喔 那剛剛這個公式喔 你可以先用Find 尋找前刮符的位置 再把這個公式放在Mid裡面 讓它切割 然後得到我們要的資料 如果沒有刮符部分呢 再用IfAir把它過濾掉 試一下喔 那今天喔 這個作業 151這個部分 就是先練習好了 那下一次我們再來看這一題 所以 今天的作業喔 請各位就繳交那個 我們 剛剛做的這個 01文字與之下函數的 這個三個按鈕就對了 反正今天的作業喔 就是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放三個按鈕 那背後的話就是三個Sub 大概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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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